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細雪敢言 李錦洪逢星期一至五 為你識世情 論人生 香港正在盛夏 熱浪逼人每日的氣溫都有三十幾度以上 與此同時社會的政治氣溫也持續高升一浪自不浪 受到令人是透不過氣 當然一方面我們要珍惜要維護要尊重新聞言論自由 但同時都要保持一個冷靜和獨立思考的心態 千萬不要完全被傳媒主宰整個社會情緒 傳媒競爭相當激烈 大家要爭取眼球 爭取收視率 有時做新聞難免都會去到越來越極端 在互相競爭之下 大家要不斷挖些獨家新聞 挖一些可能是秘聞來爭取市場 所以近期所見更加見到傳媒是各自歸邊 整個社會的民粹主義是情緒相當高漲 一句簡單來說 就越激烈就越有市場 這個決非是社會之福 當然我們對這些不公平的事情 對不合理的制度 甚至對政治人物一些是不誠信的做法 態度言論都要批判都要報道 但是如果大家都是朝向一個相當極端的方法去挖新聞 或者不斷製造更多的新聞話題 其實會令到整個香港整個民主的意義 整個新聞自由都慢慢可能會是變了質的 我特別是擔心到傳媒在近期一種各別歸邊的態度 似乎有了預設立場 有了這個基本上的底線 有了一個新聞的策略 然後做新聞 那這樣的情況 以前在個別的傳媒是成為一種主流 但近期似乎都慢慢是蔓延到其他的傳媒 或者這個才是市場的策略 新聞生態的轉變實際上是令人感受到 整個香港是慢慢的東西是變了質的 本來是一些很合理很正常 我們覺得要維護的東西 即是如果我們一個不察覺 而它無聲地變質 這個確實我們要保持一個警惕之心 這一方面很多群眾很多的社會團體 特別政界中人都知道怎樣去爭取傳媒的曝光 你坐下是很有理性 很有條理去分析問題 沒有人理解你 或你理解激力行動 製造更多的新聞生悲 或者用更多的身體語言去爭取傳媒曝光 這個必然會爭取到呢 是教託的報道 這樣慢慢使社會上那種理性討論分析的精神 慢慢都會被侵蝕了 或者再沒有人去有心機去寫一篇 是有情有理 是分析有心道的文章 只是你爭取些出位 爭取些極端的言論 才會有些市場的吸引 這個亦都並非為香港整個社會一種正常的運作 亦都慢慢令到整個社會是變成了一種民粹主義 甚至是暴民政治的 這種情況短期內是難以平息 如果看不到任何力量都可以改變它 再三上是九月的立法會選舉 所以近期任何社會的活動 任何涉及少少政治的新聞都會被無限放大 因為無限是透過激烈行動 令整個事情變得側的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我們更加要保持一種柔和謙卑的心 我們千萬不要被傳媒牽動在我們的情緒 或者更加不可以單憑一兩份傳媒報道 以為那就是事實真相 有時當我每日去博覽群報 發同一事情可以有截然不同的角度看法 在新聞處理比較上 也出現了很多的落差 這就是傳媒各自歸邊的情況 所以堅定則明是我們保持一個能夠了解問題的真相 或者是能夠掌握問題的真相 一個是需要做的功課 你們得力在乎平靜安穩 得救在於歸回安息 面對持續是高抗的社會政治 面對持續是高抗的社會政治 面對持續是激盪人心的傳媒生態 我們更加需要有更多時間的安靜思考 更加需要有更多時間的安靜思考 在那情況下能夠在神裏面 在主裏面 找回一個平靜的心 否則 我們情緒都被變人牽動 而牽動的情緒 有時會令我們走向另一個極端 多謝你收聽網播時代 Times on Air OK